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要谈谈泳春的距离 其實泳春的距離不要經常看電影 覺得泳春是一定要黏著他來打的 其實我認為泳春是一個街頭搏擊的藝術 如果街頭搏擊有主動有被動 一見到他 我就覺得第一時間 我不理他什麼 一個只是砰 就可以搞定 就可以令他知難言去 我有幾種做法 第一種是一個彈 一個踢 一個踢 或者是一個直 一個盆 盆在下看 這個我就是 我看我想做什麼 帶一打過來 我帶一打過來 就是我吃著它 一打的 明白嗎 最主要就是 我 不要被打 一打的 拍手很簡單 我如何把它拍出來 或者是他把手打過來 我如何控制 同一時間 如何控制 我如何去做應該做的事情 手要來自行 一打多做應該做 一打的 一打的 就是直接的 最重要的 要不要判是 他或者想把手捲我的 他會打招了 可以 握我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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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按著 我其實這個 我一把他 一大的 我們要讓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